李经营大师会客室 欢迎大家又看我这个视频 各位网友 今天林记特别定了一个很特别的题目 是 叫什么 就是未来就会走狗运 狗运怎样才可以发呢 对于一般不太认识术术的朋友来说 我略略说少少简单的事给你听 其实每一个元运20年 通常来说 20年就一个元运 也就是变成一个地运 就是等于大家去想一下 在香港曾经有一个叫尖东 尖东就红过20年之后 一到那个七运一元不八运 尖东就没有人去 很静 就是说原来人是有人运 地有地运 地运的计算原来是用元运来计算 比如举例现在的2020年 很快去到2023年 就进入2024 2月4日开始 立春 就将会进入九运 其实现在我们正在行八运最尾那几年 所以开始八运的东西就没有那么流行 就开始来九运了 九就是这个叫九指离火 是火是火的升速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两年 我们每个人都倚靠了那个视频 互联网 和手机 那个理由就是火杀到来了 也就是那个九运来了 所以一个属于火的世代 开始来了 好了 林记 是 火是代表什么呢 其实就有一件事非常之不好 就是战争 哦 因为火一定关系到开枪 冲突 冲突 头脑不清醒 爆火 所以其实手机留人座之后 其实是一个暗涌 暗涌就是说火太多的时候 就会头脑不清醒 就会乱开枪 所以就会有恐怖袭击和校园枪击事件 你看现在来的火运这么厉害 你可以预言得到 在这个水年也尚者是这样 明年是散热年 接着2022年就行木火年 所以在这些水和湿土的年 火都尚者是这样 去到真正火来的时间 就很大事了 所以2022年的火就很多 希望到时 是旺在一些其他火的上面 就不要去了那些 战争 校园 恐怖杀击 或者是澳洲大火 什么冲天大火 希望不要认在那些 那火的美好的一面是属于什么 火的美好的一面 就是代表 是一个人本身叫木火通明 木火通明的意思 就是代表人分外 是精灵而聪明 而好运的 所以这个火要运用它好要很小心 一定要靠两个散热的密码 一个就是龙 一个就是牛 所以才产生有龙珠事件 就是我跟大家说要看龙珠的原因 原因就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被火控制得很厉害 而火是很容易变成火毒 火毒如果是融到金里 就会变成现在的瘟疫 这样的意思 好了 就说到刚才的地运 林继理比我年轻很多 你也知道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就是说香港大家最记得的一件事 就是在这个七运的时间 七运的时候 七运就是1984年到2003年 就是这段时间 那就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这个七运就是旺把口 所以大家记不记得呢 就是在1984年之前 就是大家要开演唱会 那时候还要在利母台 是 当时罗文就说过一句话 他就说当他红的时间 就只可以在这个利母台开演唱会 每一场只是一千个观众 你想想你唱也好 唱十场才是一万个观众 但是过了1984年之后 就走七运就利把口了 那个元运的转变在哪里呢 就是在红磡体育馆开 红磡体育馆开了 红磡体育馆开了之后 就个个唱歌的人 就在红磡体育馆开演唱会 就发达了 那时候非常蓬勃 那时候罗文就说一句 就是他当红的时间 就是在陆运 那当时就未曾利把口 当利把口的时候 他都仍然红 不过是开始跌了 但是他的演唱会都已经 以前就在这个利母才开 赚极钱有个谱 但是在红磡体育馆开 就任何人都发达了 所以就造成了在1984年到2053年 都是很厉害这个所谓叫做口 也就是代表着唱歌 这个行业的人 2003年到2054年 就走入了这个八运 那大家记不记得七运是你把口 是唱歌最行 那2003年是告别七运的时间 有哪一位乐坛的 靠把口出名的歌声 是在那年跳楼而死亡呢 是谁啊 张国荣 明白吗 为什么张国荣在2003年那年走 为什么那年的年尾 梅艳芳 梅艳芳走 就是因为七运 你把口旺在歌声的一蓝一类的歌声 都在七运尾的最后一年 拜拜 亦自此之后大家有没有留意 就是一入了八运之后 2004年之后 任何一个歌声都没有再发达 赚不到大钱 个个都赚不到大钱 因为那个代表口那个对挂 那个的七运完结了 是 是 八运是靠手来赚钱 就不是靠口 去到现在我们说 整个八运是靠手来赚钱 那就是说不是靠口来赚钱 所以所有唱歌的人都不行 是的 比如金牌诗仪、命嘴 全部都在七运的时候是最蓬勃的 亦是电台都是 所以你想想2003年之前 香港的电台都很蓬勃的 出了这个天师两位 这个暖眼天师 出了电台 全部的名嘴 去到以八运的时间 就变了质 就全部是行手 好了 那大家关于狗运 狗运是什么呢 狗运就是眼的 哦 那眼怎么可以行运呢 其实这件事我们都是在 益测当中 益测当中 那就是说 如果你的眼睛特别漂亮 你的眼睛特别好 那很肯定就是你的狗运 你就非常好运 嗯 所以视频的网友们 如果你本身的眼是非常漂亮 非常精灵 那是代表着未来狗运 你就行运了 嗯 那就是说 如果你的视力比普通人好 都行运了 嗯 那我不知道林记有没有戴隐形眼镜 没有 所以如果他真正没有近视 那就是林记就一定比我好运 理由就是我还要戴眼镜 多谢师傅加持 所以我呢 就如果要狗运里面 是行运 我可能要快点去狗运 是 那还有三年时间 给我狗运 但是因为我已经半退休了 所以我不会狗运 告诉你 我就让言给你了 所以呢 未来林记就有23年的云下 因为他没有近视 而且他的眼睛也挺漂亮 所以他要他的眼睛更漂亮 是不是早上每天都要滴眼药水 所以未来的眼药水 就是狗运里面最当运的东西 是 那林记我曾经介绍过你 去光顾一只叫妙什么眼药水 记得 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名字呢 就是佛经里面的妙法连华经的宿舍 哦 妙法连华经 所以他叫妙什么 是啊 也就是说原来 就是观音菩萨呢 就是代表金 丙火就是代表火 丙身合水 所以是代表着那个眼药水呢 就是我们狗运23年里面 是一个非常之当红的一个牌子 那就是说未来每个人呢 桌面都有一只眼药水 所以未来眼药水是狗运里面很重要的 其实你想想也合理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个个看着手机和煲剧呢 眼睛很疲劳 个个的眼睛都疲劳 所以不要让自己的眼睛疲劳 或者令到自己的眼睛是精灵一点 是在未来二十多年里面的行运的重心 如果是行狗运的时候 就是跟火有关 反过来说 那是不是一些恶火的人呢 在未来行狗运 将会是行好运呢 譬如说可能是 子莲、子穴、姓孔、姓孙 这些都会行运呢 你现在是临记学识多语 你都知道这些是真事了 因为那个狗子尼火飞了去那个南方 没错 那那个是属于狗子尼火的 但是有一样东西大家都知道 就是逢亲是那个狗子尼火的对 飞了去那里 对家 那个叫凌神方 这个叫正神方 这个叫凌神方 在七运的时间呢 东方大科法就对面 所以呢 尖东就会红了 好了 到这个白运的时候呢 西南方就是凌神水 所以香港的西南方 就会发生了这个 这个起了香港最高的金融大厦 接着海船门就是那个楼市狂升 接着就整个西南方 那个佐敦区 就是现在我们说澳海城 还有那个佐敦那个西九 那里就成为了整个变铃碰碰碰的发展 那也在那里建了那个总站等等 那未来呢 就是那个狗运飞到南面 北面就是它的叫做凌神方 凌神方就代表这个方位呢 会动得很紧要 那就是说 如果以香港岛为例 香港岛以北方 动得很紧要 就是香港的湾仔外面的田海 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 天马南对出那里呢 是还有很多大动作的发展 第二在九龙的北面呢 就应该是讲九龙堂 是 是 何文田呢 就以狮子山为界 过了狮子山之后呢 整个九龙区的北面呢 就当然是上水鼓动呢 那些区呢 那些区呢 现在已经说要铲平造的市镇 那也是代表着 北方呢 就大量的人回深圳 是 你也知道现在很多人就回去 深圳买衣服啦 打骨啦 去闲聊啦 消遣娱乐啦 消遣娱乐啦 甚至是买楼啦 所以可以明显看得到呢 在未来三年之后呢 应该香港人呢 那个向北走 向北移的情况呢 是一个主流 我们讲主流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赚钱的说话呢 其实都是要向北方看的 那也就是看得到 如果以中国来说 整个北方呢 就是俄罗斯 是的 那也就是说 代表未来的俄罗斯 和北韩呢 他们都会有很多动作 是开始 因为九子离火来呢 他们会从事很多商业的活动 因为火是代表商业 所以是代表商业的活动 在过去呢 大家要知道呢 九运呢 是在康熙时代呢 就是九运的时代 八运和九运之间 就是在中国的康熙时代 另外一个清朝的八、九运的时代呢 就是发生这个太平天国 那太平天国呢 就有半个中国呢 就陷于战争 那所以很多人都说 九运呢 其实有一半的地球的地方 是会有战争 和呢 是这个 混乱的状态 那所以九运呢 一般的人都认为呢 是会 那个斗争色彩是会比较严重一点 但是大家记住啊 就是在这个九运里面呢 是应该没有七运和八运那么好 所以八运是应该是最好的 所以大家不要整个观念就是说 八运重临是不会 九运是应该比较差一点 应该的斗争是比较大一点 所以林记去到未来 你们九运是你们的世界呢 所以你们都要宣扬师傅的和平主义啦 以及如何令到人和谐一点呢 这个都是你们这一代的责任 我们呢 就是属于八运那一年代的人 所以呢 我们面对着九运呢 其实都是有一些退运啦 所以呢 未来的年青一代呢 希望你们能够呢 多些学习数 和多些章述数里面和园学里面 是可以帮到世人的资讯呢 是多些发扬当大啦